投资两万块钱到乡村做一回民宿的主人 凭着技术和手艺成为股东 也能过一把当老板的野 把有温度的家建在田间地头 将有态度的生活方式分享给志同道合的陌生人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 一起到乡村当老板 讲百姓身边事看中国新变化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我现在在南京市江宁区的汤家家 所谓汤家家就是指家家都能泡温泉 现在很多城市里的人都喜欢来这儿享受温泉 还有一些人呢 他们喜欢这儿是因为这儿能让他们当老板 他们投资了两万块钱 就可以成为当地的一家民宿的主人 那在这儿成为民宿的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民宿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一个新名词 是指那些利用住宅空闲房间 提供给游客在乡村生活的住所 汤家家这个小村子有着丰富的温泉资源 因此这里的温泉民宿在最近几年遍地开花 梨县家是一座设计别致的温泉民宿 一大早 主人黛宇向他的朋友王威详细介绍其每一个房间 虽然王威来过这里很多次 但这一回 他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这里的每一个细节 因为今天他的身份有些特别 几个月前 王威以投资者的身份 出资两万块钱入股了黛宇的离宪家 按照协议规定 王威不仅可以享受年终的分红 而且还要定期参与民宿的管理 我刚刚看二位忙活了好振的 刚刚是在交代什么事情吗 因为今天就是黄小姐她来做轮子住人 这个空间就是你 今天你就是女主人 所以这个我把 人家里好大 先把我们的流程 比如客人入住 因为让客人有一个最好的体验 我们把这个服务里 最技术的服务流程 先来争议一下 然后弄完这个之后 后面的延展上的东西 就靠你的 你就想要 这就是你的家 现在有朋友到你家来做客 你把这个智能跟他们来聊一聊 各种同学就最好 而且是先把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东西 比如温泉 比如这东西 要教得清楚 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体验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公司职员 我在一个合资公司 汽车公司 就平时也就是做办公室的 对 那应该说类似于这样的体验 没有啊 没有过 对 所以很好 您之前住过民宿吗 住过住过 我个人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民宿就是一个家 让大家体现到这个家的温暖 包括它的各种版式 包括和这个主人的交流 都会很好的 所以说我以前出去旅游住酒店 但是觉得好客感 所以来到民宿了以后 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 我回来就再走 正好和我的朋友谈到了 和黛玉谈到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就一拍几个 我们拍好了 我也要做这个 做一天的轮值主人 不光是要过一把当老板的影 其实很多细小的事 需要轮值主人亲力亲为 在黛玉的指导下 王威首先学习 如何使用咖啡机 为客人冲泡不同口味的咖啡 在王威看来 民宿和一般酒店最大的区别 就是能给客人一种 家庭般的温暖感觉 同时在打理民宿的过程中 自己也能收获不一样的乐趣 然后你就这么转 本来还要学的 学这个可能还要花节 我又 赚到了 赚大了 想学它 对 在汤家家温泉村 口碑好 人期望的民宿 往往都和主人的兴趣爱好 以及生活品味 有着很大关系 交代完日常的管理工作之后 待遇还特别提醒王威 要照顾好这个院子里的 另一个重要成员 我们家的猫叫布丁 它是像狗一样的猫 就是你看布丁它会过来 当然了我们有些客人呢 它有可能不太喜欢猫 有可能有些那个 当然大部分客人会喜欢猫 所以呢 有的时候 就是你看到猫的时候 你问一下客人说 就是对猫介不介意 如果介意的话 我们会就是把猫 就是说会送到其他地方去 如果说不介意的话 刚好就是猫在那边 我们有很多的客人 会来再来过来住 就是因为它 这是他们见过的脾气最好的 就是随便玩 随便玩 真的是 对 特别享受 没有脾气 超可爱的 经过待遇一个小时的培训 汪薇逐渐熟悉了经营流程 轮值主人的体验正式开始 等待客人入住的时间里 他也不闲着 新身份带来的新鲜感 让他干净十足 黎县佳是汤佳佳最早采用 这种新颖模式运营的民宿 他的创始人戴宇 原本是南京的一名传媒工作者 2014年 喜欢田园生活的他 开始筹备一家别有风情的民宿 但是工程进行到一半 待遇发现资金所剩无几 于是他想到向周围的朋友 推荐自己的项目 用众筹的方式来完成这个民宿 最终有50个人参与了他的众筹 那您这个众筹是一个什么形式呢 众筹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项目 你看已经建好了 建好了之后 让大家可以有非常低的成本 能够加入进来 进来之后 他可以参与到整个民宿的运营 他可以做他的 就像说他可以做惊喜观 可以做轮值主人 然后呢 每一年我们希望 我们这些的这个 参与众筹人共建人 他能够给自己放一个假 从现有的这种工作中脱离出来 放一个假 几天的时间到这边来 换一种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 去做一个另外一种生活场景的东西 那他们是投资嘛 然后成为这个众筹者 对对对 他实际上他 他是我们的这个疯狂股东 我们所有的财务项目都可以公开 他们可以在网上 可以实时看到房 就订房的房贷的情况 实际上 这就是这就是他们的店 我们说说这个店 就是他们每个大家共同一起 共建出来的店 我们每一个名这个共建人 他可以把他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 都寄给我们 然后我们在空间里面 帮他陈列出来 让他这个店和他自己 产生这样的一个关联性 民宿的共建者不仅投资出钱 而且还贡献智慧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都有着不同的眼光和创意 这座连通二楼和三楼的天桥 就来自于共建者 无意中碰撞出的想法 刚才我们从那边上来看到 楼梯其实我们应该在那边上了 但是呢 他开了这个跨压线了吗 对 有电线 三楼的时候有根电线 其实上不去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个有安全隐患 当时怎么上上去 回来怎么办呢 回来我们当时我记得场景 就是我们几个人在这个地方在想 哎呀怎么上去怎么上去 一看 我们驾住天桥吧 后来就有了这个天桥 反而变成一个亮点 来民宿的游客很多是一家三口 为了让父母和孩子 有更好的住宿体验 黛玉和他的共建者 还想出用滑梯代替楼梯的设计 来玩一次 走了 好疼啊 临近中午 王威等来了第一波入住的客人 事先做的各种准备 也终于派上了用场 安排客人住下之后 王威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履行一下 带于所说的首席惊喜观的职责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在写一张卡片送给他们 哦 这是你自己的创意吗 对啊 因为我们每个客人来了以后 我们都要送他一个小礼品 我在想有什么能体验我们 离线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就手绘了一张卡片 这个正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院子的一个照片 明星片应该是 对对对 一个照片 一个手绘的一个 我看一下 这个上面写的是韩文 我看不懂 是的 是的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学的就是韩语 我现在也在一个合资公司上班 所以韩语我还用得蛮多的 所以我就给他一个小小的 学以致幼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一定要幸福 就是说 你以后一定要再次来我们的离线 就是这个意思 刚刚我看你也带着客人转了一圈了 觉得怎么样 因为第一次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想讲很多话 又怕他耽误他们 所以我觉得下一次的话 我做得更好 你觉得哪里不足了 因为我觉得介绍的时候 还是略有一些匆忙 我尽量很震惊 不让他看出来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匆忙的 是的 有了头一次招待客人的经验 到了下午 当另外一批客人到来的时候 王威明显更加从容自信起来 很显然 他的表现得到了客人的认可 这一回 两位客人还主动加了他的微信 下午五点 王威的轮值主人体验即将结束 按照离线家的规定 每一个轮值主人在完成工作之后 要和黛宇做一个简短的交流 把一天的心得和建议记录下来 感觉还蛮纠结的 因为我来之前觉得 很简单 不就是接待一个客人吗 但是真正自己做了一下 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我觉得 到底跟客人是多说点好呢 还是少说点好 让他感受到家的梦里 我就要跟他多沟通 多交流 但是我又觉得 怕耽误了人家入住 而且我也觉得 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改善的 比如说 唐山这边 周边有什么可以玩的 做个手绘地图 像我以前去日本 去香港那边 他们都有那种手绘地图 告诉你购物在哪边 光街在哪边 然后我们休闲在哪边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手绘 会更加有人情味一样 对的 对于黛宇来说 每一次轮值主人的体验 都相当珍贵 这些参与众筹的伙伴 也是激励他 不断创新经营的最大动力 在唐家家 有很多众筹起来的民宿 其中有一部分民宿 参与众筹的人 不需要投资出钱 也能够成为 这家民宿的主人 还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吗 我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美全是一家 还没有正式营业的温泉民宿 当我们到来的时候 他的主人纪文静 正在指导园艺师 布置院子里的花草树木 为开业做最后的准备 对温泉的狂热爱好 是纪文静创办这所民宿的初衷 喜欢唐家家是因为 我自己就喜欢泡温泉 所以我想做一个 能让自己泡温泉的地方 不但给别人泡 而且我想泡的就是 有一点文化的 会有一点调调的 因为喜欢泡温泉 它就像一个爱好一样 比如说你喜欢吃板栗 你可以糖炒板栗 你可以蜜枝草板栗 然后我就想 我如果泡温泉 我能不能做一个 另外的这个泡的方法 我今天用这种方法泡 明天用 比如说香花泡 今天用盐浴泡 后天用这个泥澡泡 那我觉得这样可能会 我自己的体验感也很强 因为我比较喜欢泡温泉 所以我是属于那种 有泡温泉的瘾的人 所以我想就是满足 自己的一个小的爱好 季文静原本是南京旅游 职业学院的教师 和待遇不同 他创办民宿 资金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季文静是一个 喜欢小情调的人 所以他希望在服务上 做出不一样的特色 一直以来 季文静都在寻找 志同道合的各类达人 您这家民宿也是众筹的模式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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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是这几位 都是我们参与我们这个 众筹项目的一个工芸人 哦 这几位 哦 你看到了 现在都是了 这位是大福祉一看的装扮 这位是福老师 他是南京旅游职业学院的 高级系点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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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是在忙活什么呢 我总是做一个单位去骑 无心术是季文静众筹项目的 第一个响应者 因为是同事 季文静对无心术的 烹饪技术非常了解 而无心术也对这个项目的 参与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每个这个周末都有一个课程 或者叫活动 都安排这个住店的这个客人 他一天的时间 然后比如说下午三点钟到四点钟 或者到五点钟之间 我们就会做一些 这个西餐的一个DIY活动 吴教授呢 他就把他的技术呢 贡献给我 就这样 我们来参与这个众筹 等于是技术众筹 对对对对 是是是 然后您给予他们的回报是什么呢 给予回报就是我们的房间 提供他一些房间 用技术和手艺成为民宿的股东 得到的收益 就是每年十多天的客房使用权 这样 供建者不用投资一分钱 照样可以成为这里的主人 本身我自己呢 一方面 我自己有这个技术 可以展示我自己的能力 再一个方面就是说 我也可以 利用我这个技术呢 可以交流一些 交流一些更好的朋友 比如说我的亲戚 或者朋友过来 就到南京城了 我可以移到这儿来 可以住下来 我觉得挺好的 经常我经常有朋友过来 会找我 这个蛮好的 我亲戚到外面去花钱 要住房子给他们住的嘛 也开房间的嘛 那再来之后 可以免费了 供建者的收益 既可以是一定天数的客房使用权 也可以由纪文静代为销售 把收入直接返还给供建者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参与纪文静众筹项目的 还有一位擅长编辫子的高手 造型师刘静 可以根据不同顾客的形象气质 编出上百种复杂的辫子 因为我现在是开业前的一个玉彩牌 所以就把她邀请过来 我们要把这些课程排一排 大家看做的效果怎么样 所以就把刘阿姨 她们都叫过来 刘阿姨最擅长的呢 就是做大琴 给别人编个小店 或者做一个这个 你看客人洗完澡以后 她有的有带着孩子 有的特别就是小孩 她喜欢各种各样的发型 那么刘阿姨就负责教授这个家长 这个妈妈来帮助她 怎么来给小孩做一些发型的造型 而且有一些美女也特别喜欢一些发型 然后教给她做一些这种发型的造型 她也是提供一个技术 您当时啊 季老师跟您说投资众筹这事 您觉得新鲜不新鲜 新鲜 怎么不新鲜呢 但是她特别好奇 对 因为我们毕丽是在 可以说是乡下吧 反正这样说 我们很早来这个大城市 所以说我已经退休了 看不出来 我已经退休了 所以说呢 季老师就说 他有这个项目挺好的 就问你有没有感兴趣 我觉得也挺感兴趣的 那二个来着呢 对我来说 也想看看年轻人是怎么 他们是怎么创业的 我们那时候呢 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也没有见过这些事情 所以说呢 我就来了这儿 他再来了 由于是旅游学院的教师 季文静可以在自己的民宿中 放手实践一些业内的先进理念 就在几天前 他通过微信公众号 在全国招募试睡官 以此来提升住宿的品质 季文静认为 在汤家家办民宿 赚钱不是唯一的目的 这种创业的过程 就是把各种有趣的人聚集起来 共同做一件好玩的事 都在布置当中 所以就是没有一个成型的房间 给你们拍 好漂亮啊 这个房间其实是我们原先 在布这个厂的时候 试验的一个房间 那么这个房间呢 它是法式房 体现了这个法国的一个沐浴文化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怎么来提前这个法式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大家呢 一进房间一刷卡 有一个法语的问候 然后再有一个中文的问候 普通话 然后接下来呢 会有一个电视 电视上呢 会展现一个 就是在法国 一般的这个人 是怎么泡温泉的 他有哪些步骤 调侃式的 来教你 在这个房间 怎么来泡温泉 那是每个房间都不一样吗 对啊 每个房间都不一样 房间布置的创意和设计 同样是纪文静 通过技术众筹征集而来 有几位设计师 在和他的合作中 不仅是配合默契的生意伙伴 而且还成了兴趣相投的好朋友 我觉得不单是可以得到朋友 节约的金钱 然后还可以得到一些技术 更重要的是 我认为的 就是大家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广大的市场 这个是 民宿有很多的主人 有这么多的主人 给他去推销 对 他这么多的主人 他的生意就更好了 对对对 还有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 因为我现在我觉得 现在的未来的社会 就是粉丝圈 朋友圈 同学圈 然后老乡圈 还有这个 还有很多圈 一代十 时代百 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就在这几天 纪文静的头脑中 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这个楼顶的平台 原本是用来烧烤和聚会的场地 几番考虑之后 文青老师立刻吸引了 纪文静的注意 课间休息时 纪文静向这位瑜伽老师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在简短的交流之后 瑜伽老师对众筹的收益方式 有些犹豫 或许用技术换客房时间的方式 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这一回虽然没有成功 可纪文静并没有放弃 他决定再找一位老师试一试 我是通过众筹来完成的 那我众筹的形式 是通过资源众筹和技术众筹 那您这里既是技术又是资源 我想就是想问问您 看看有没有兴趣 你考虑的重点是什么 是不是在乎我给你的房间多少 或者什么 那倒不是 其实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 向大众去传播瑜伽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针对于你刚才说的 我其实脑海里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 就是你看大多数人来到这边旅游度假 对吗 他很多都是在日常的繁忙工作中 抽身出来的 那我们的课程里面有很多 针对于办公室经常工作人员的 脊柱的保养 还有一些对于这种失眠的一种 神经系统的一种舒缓的一些练习 那么这些课程都可以完全地 架接到您的这个项目里面来 觉得有意思吗 就是一听到这个项目 很兴奋 就是觉得可以去当这个民宿的主人 可以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就是除了在教学的这种时间之外呢 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当老板的感觉 招呼客人的感觉 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很新颖了 在今天的中国 乡村旅游逐渐向高品质 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这也直接推动着乡村旅馆的经营者们 充分发挥创意 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 创造更加新颖的经营方式 民宿众筹的流行 让一些有情怀 有想法的创业者 找到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点 他们把有温度的家建在田间地头 将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分享给志同道合的陌生人 季文晶还告诉我们 在未来的规划中 他希望能把附近十里八乡的 手工艺人聚集起来 让自己的民宿成为当地 最有魅力的风景 最近几年 许多城市里的时尚青年 选择到乡村里创办民宿 对于他们来说 这既是一种创业 也让自己体验到了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同时他们将自己的眼界 品味和情调带到了乡村 为乡村的特色化发展 提供了新的可能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走遍中国 也期待您通过我们栏目的 官方 微博 微信 跟我们进行联系 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节目线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